誒,這裡有一個小水潭 裡面很多魚影在翻騰 這個魚體看起來都不小喔 大家好,今天去釣魚了嗎? 歡迎收看崔晃頻道 崔晃現在正在騎車 沿著台中市漢溪的河岸 來觀賞風光 我騎這個U-Bike 今天天氣很好 帶大家看看這個漢溪沿岸的釣點 GO 今天騎乘的路線是由漢溪溪路往北騎 一路經過金武路、太原路以及松竹路 漢溪沿岸的堤房不時有這種小樓梯 可以進入到河道內 這裡大概是星光橋及幸福公園的地方 我發現了一個蠻不錯的釣點 在這裡呢有一個藍沙壩 因為藍沙壩的原因呢 是河水 停滯在這邊形成了一個池潭 池潭呢 這裡聚集了很多釣有在釣魚 今天天氣很好 釣魚真是一大享受啊 搭配著藍沙壩這個設施 一定會有一個叫護魚梯的設備 在這邊 也就是這個邊邊的小流溝 仔細來看看呢 其實還有一些秘密釣點 大家沒有發現喔 誒 這裡有一個小水潭呢 裡面很多魚影在翻騰呢 會著實水底青苔的呢 可能是無鍋魚 或是阿嬤魚 這個魚體看起來都不小喔 大家可以在這個點來試試 接下來來到金母橋 金母橋的橋下呢 有看到釣友在釣魚 這個地方呢 既可以遮太陽 又可以擋風雨 實在是一個好釣點啦 不知道水生怎麼樣 歡迎在地釣友們 下面留言分享喔 哦吼 這裡有一個名聲排水溝 排放出來的水呢 養分很多 通常也是魚群聚集的地方 可以好好的來把握 接下來快到東山路的提岸旁邊 我發現了一個可以步行到河邊的地方 遠方的小水潭呢 也許也是不錯的釣點喔 好 騎著騎著呢 接下來差不多到 東山路往北大約400公尺的地方 河道中間有一條水泥提道 阻擋了水流 形成了比較深的池潭環境 這裡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釣點 接下來這邊是海天橋往北 差不多100公尺的地方 有看到釣魚人在釣魚喔 這裡的環境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可是仔細一看呢 好像有一點困難 這裡呢 要從堤防斜坡走下來 而且呢 要想辦法把自己固定在斜坡上面 才能釣魚 另外就是河道變寬 水流變緩 所以看起來 嗯…好像都滿淺的 也許只有四五十公分的水深而已 不過說歸說 釣魚總歸是一種放鬆心情 Kimoji的感覺 看著這位釣友 在這個平靜無波的水面上 悠閒自在的垂釣 我的心情也是無比放鬆了起來 謝謝你啊 其實這位釣友 左手邊十公尺的地方 就有一個不錯的釣點喔 盡量一看 很多魚都在這邊西行呢 最後來到松竹路的橋這邊 這裡呢 有兩位釣友在這邊釣魚 草木很茂密 不知道他們怎麼下切到這裡來的啊 從我這邊 倒是有一個角路很不錯的地方 可以直接到河邊去 那個小水潭 可能有一些西哥可以釣喔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釣點勘茶的情形 給大家提供參考 希望大家如果在台中的釣友們呢 都可以來這邊釣釣 試試手氣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我們下回再見 我們下回再見